台湾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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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星舞動部帶西偶 第43屆國際技能競賽 在巴西聖保羅一連舉行四天 台灣館也正式啟動 期盼增加 國際友人 對中華民國的認識 鎖起一些 可以介紹我們國寢的一些資料 來 来把我们的一个民情 介绍给世界各国 来参加这个比赛的民众 因为这次是在巴西圣堡楼 我们是希望说 把我们台湾到圣堡楼 还有世界各个地图 可以在这边呈现 第四三届国际纪念竞赛 今年很荣幸了 就有轮到我们圣堡楼 这边来举办 然后也希望我们 这一次台湾能够在这边 更加的花阳光大 让台湾之光 在这边更加的灿烂 国际技能竞赛 是全球规模最大的技能竞赛 被誉为技能界的奥林匹克 本届台湾共有41名选手 参加39个竞赛项目 每一位选手都准备许久 像这位服装创作选手陈思婷 从高职开始 已经练习了7年之久 我们这次的题目 总共有5个模组 现在画面上面看到的 它正在进行第二个模组 立体裁剪 选手的学习历程是很辛苦的 那我们就是一路陪着它承扎 希望有一个很好的成绩 台湾馆陈列世界地图 并且安排穿越古今的 意志游戏鲁班索 吸引民众小事身手 国际技能组织主席巴特利 也造访启动仪式 为台湾选手 集齐加油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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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 来吧 感谢观看